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听取了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关于提醒解释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议案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加入相关事法议程 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事法有哪些意义 如何理解事法的必要性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大律师 来给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马先生你好 我们看到港府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国安法进行释法 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次会议就及时加入了对于国安法释法的议程 以及及时释法 您认为这体现出中央什么样的态度 节次人大司法体现了中央遵守法治原则 依法治国的精神 节次的问题出于在法律起草的时候 立法机关以及法律朝理的部门 没有预测到这个疑犯居然会使用本地 允许外国律用大律师代表出庭的这种机制 去请求外国的力量的援助 去应付一种勾结外国的实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控罪 节次人大司法应用了国际宪法上一种原则 叫做遗漏独入的原则 在根据立法原意读录一些本应写入这个法律的字眼 去弥补当初立法时没有预测到的问题 实事求是 用法律原则去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也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今天在北京闭幕 会议通过香港国安法第14条及第47条的解释草案 那么请教您的是 这一次司法对于香港法治发展 以及香港国安法未来的实施会有哪些帮助 解释人大司法杜绝了 将来国安法刑事检控案件中 被告一方聘请外国律用大律师的可能性 杜绝了构结外国势力的疑犯 借助英国律用大律师去打官司的这种讽刺性的结果 好 感谢马先生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读